要认真学习 这个《普贤行愿》里面讲的 离尽诸佛 这个就是随顺 诸佛说 一切众生皆是诸佛 这个佛有过去的佛 现在佛 未来佛 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 这三十佛 统统要离尽 你要不尽一个人 你就对佛不恭敬 你天天拜佛 功德不圆满 你都缺一份 那么再说呢 所有一切动物之物 在佛华讲的是吧 统统是佛 花言经善讲 秦与无情通缘周知 都要用恭敬心来接待 那个离尽诸佛 你才能真走到 做事情认证负责 是对事的离尽 坐一半灯 摆得真正齐齐 擦得干干净净 是对无的恭敬 都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死对佛 修功敬 可是学习 学习在称赞里面 教我们有个原则 哪些我们该许 哪些不应该许 第二条 称赞如来 他就不说祝福了 祝福是从相上讲的 称如来是从性上讲的 这不一样 信上讲 凡是与信德相应的 要称赞 要许 与信德相违背的 不称赞 如果他搞贪嗔痴 我们不称赞 我们不称 但是我们自己要反省 我们自己有没有 有则改制 无则加冕 决定不可以称赞 称赞是怕误导别人 那个有过失的 所以对自己来讲 顺利都是好境界 善人 卧人 都是好老子 对自己 可是 我们说话 行为会影响别人 那你要注意 影响别人 一定是正面的 不是负面的 这个要注意到 供养 平等的 善人 供养 卧人也要供养 而卧人没饭吃的时候 就不能说这个人走路 算了 我落死好该 不可以的 还是要帮助他 没有饭吃 给饭给他吃 没有衣穿 要给衣给他穿 要帮助他 这是慈悲 这是爱心 所以你能依照佛菩萨教训去做 真正是善人 真正是完人 他真的做得尽善尽美 面面都给你做到圆满 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去学习 那么日常扩颂 我们一定要有方向 有目标 一定要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 成在灵 你要讲感应了 就灵了 那什么叫做成呢 曾国藩先生对臣下的定义 想得好 一念不生是为臣 这个意思是 心里头没有妄念就叫臣 就是真臣 心里头还有妄念 不臣 心里头有妄念就不定了 没有妄念才会定 定神会 你明白这个道理 映光大师是我们进途中的祖师 最近的这代祖师 你看他给我们做的样子 现在观光旅游很方便了 你们到苏州灵燕山 映光大师的道场 他的官房还在 你去看看 你看看祖师当年他在世的时候 他是怎么修的 我去看过很小啊 卧房旁边有个小佛堂 你一进去先看小佛堂 小佛堂很小 一个人休息 只有一张桌子 只供了一尊阿弥陀佛像 观音师之没有 就一尊阿弥陀佛像 一个香炉 两个拉台 一个水杯供水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简单朴素啊 后面挂了一个大字 他老是在写的死字 这就是他的佛堂 佛堂沙 有一部金阿弥陀金 其他的都没有 这就叫我们真诚 没有一个妄念 他叫人念观音物上 他自己不念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心不成嘛 多念一点嘛 多接接约嘛 跟一切祝福 一切菩萨都接接约 他真诚呢 就不要客气了 一尊佛他就成了佛路 他走的是成佛之道 你们走的路呢 还要在六道里头轮回 还要到处交集应酬 不想成佛嘛 想成佛 有成佛的方法 找他那个办法 不想成佛 有不想成佛的方法 满足大家的愿望嘛 不用一个标准限制人嘛 这叫应激释交 不容易啊 一个人一切放下的时候 专门搞一样难得了 千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个 所以那才叫一门深入 我们今天讲一门深入 一门也许找到了 没办法深入 不但没办法深入 恐怕入门都入不了 这是真的 我看不见了 不要忘了 我忘了 你和弄